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Boris,又到我们Weedly Market Report的时候了,我是Five Star Chart的CEO,首先在这里声明这个视频是做教育用途,请大家不要用我的分析作为投资决定,如果你投资的话,请你和你的投资顾问查询。 今天的计划很丰富,我们会讲一讲杜瓊斯最近反弹和S&P都反弹,Sector Performance是怎样的,美金很快就会遇到阻力了,最近我出了一个很好的图,就是关于黄金的波动指数图,这个波动指数图告诉我们未来黄金会怎样走的。 还有能源股,能源股开始进入一个mark up phrase,如果你明白,在过去我讲过,White Cove Pattern的话, 还有会教在未来这两个星期,我们怎样trace silver和gold。 那Premium Member呢,我们会讲讲Bitcoin和Ethereum。 那Bitcoin呢,我们会讲到Bitcoin的波动Elliott Wave的pattern。 那我们也会讲一讲,未来的Uranium有什么好股买。 也会讲一讲最近我们的Hawk Stock和China Shares,什么时候可以买入。 那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跟大家说,我一直收到很多我们的会友,给一些很好的comment给我们这个网站 这些testimony,我们通常就存在一年半载,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本身来说,我是很低调的,但是收到太多这些comment的时候 其实应该要多谢这些会友给这么好的comment 有很多人在过去就有好的回报 特别在过去这半年,我们有很多的选顾是选中和声幅是相当大的 通常这些comment我们都不会出它的真名 我只是用一些代号代替它们就可以了 那大家如果看到这个video,如果你是member 就很多谢大家的支持的 那说一下最近我们的topic 那一直都介绍大家买Warner股 Canopy Growth是我们最早介绍大家的topic 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就是买这只股 你可以做一下线市,捐给一些有需要的人 那现在这个Canopy Growth已经增长了107%了 那就算那只MJ,就是那只ETF 我想都已经升了60-70%接近的了 那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是take profit的话 随时可以take profit,可以做一下Robinhood 劫富济贫 那最近都很流行这些劫富济贫的case 大家在电视上都看到了,Gamestock 这班的人就专门是炒一些被人short得很厉害的股票 那令到这些股价大升 不过就有问题是你知不懂得trade 和你知不懂得走人 那最近介绍,我相信是这个月内 你介绍的Canada Cruise 就是加拿大这一只鹅 就是加拿大Goose的衣服大家都知道 Canada Cruise的股票今天一天内 就已经升了25%这么厉害的了 那我立即收到一些会有的comment 和多谢我 那在过去我们也有很多的peak 是成长,就是增加相当好 Uranium,Cannabis,Paramond Resources 在我们的Blog介绍 已经升了接近47%了 那还有早期的Tech Resources Dorel Industry在我们的加拿大Portfolio 是升了82% 那Bitcoin Trust是升了90%了 那Bitcoin Trust是升了90%了 而Regional Bank呢 那些保守的ETF呢 都可以继续升了20%了 那我们的Performance是相当好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也都是要给大家知道呢 就是市场不是整天都会有这么厉害的return 一天我们讲的升20%了 这些短期一两个月就升100%了 就是市场就开始是已经进入这种的泡沫的形式了 那所以大家呢 是要小心的 因为呢 我们知道呢 在一个市场去到一些很高位的时候呢 很多人呢 都会很疯狂的 你看到这个人呢 穿着个绿色的袍呢 就是他做了这个绿色超人 OK 那现在在这个市场里面呢 很多人呢 就是买high tech股啊 或者追一些很疯狂的股票啊 Tesla 这些啊 个个都当自己是超人的啊 就是你在街上个个都是超人的了 就是说可能李超人啊 陈超人啊 王超人啊 整个街都是啊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呢 就是当市场进入一个 那么 情绪化的市场的时候呢 这些emotion呢 是drive那个market 当一个情绪将那个market带动的话呢 所以才有那么疯狂的回报啊 例如你见一个星期内 有些东西可以升几百个percent 或者升一千个percent都有的 就是在OTC market 那这些就是市场的euphoria了 OK 那是不是说我们在这个market top呢 那通常呢 market top有一段时间 就不是说一天两天 一见到一个sign 就是market 绝对不是的 那我们要经历这些 跟着anxiety开始跌了 跟着那些人不相信啊 跟着害怕啊 跟着失望啊 跟着害怕panic啊 capitulation啊 那才见底 这些是很长的process来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大家知道呢 市场是由心理和emotion 就是带动的 那 但是呢 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人的心理呢 转呢 是转得很快的 由一个很害怕的市场呢 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很bubble的市场 而通常这个过程里面呢 这一班人呢 是完全不记得了他以前那个害怕的 还有那时候什么事情 是完全不记得了的 那所以在我们好境的时候呢 做投资的人呢 是要叫大家小心 还有呢 不要过分 躺身 投资一只股票啊 我们5 star chart 从来都不会鼓励那些人呢 是躺身一只股票 或者一个行业的 还有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stop loss rule 教大家怎样去stop loss 这个是我们要遵守的 ok 那我们讲回市场啦 市场上 杜瓊斯呢 就根本呢 联储局都不让这个杜瓊斯啊 S&P 整个美国市场 就是不让他跌啦 那他一碰到这个 杜瓊斯29,900这些位置 就开始反弹啦 杜瓊斯就还未创新高 ok 那所以杜瓊斯始终是 那么多次数里面 比较弱点的 而S&P呢 今天应该是创新高 NASA是创新高的了 那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呢 如果说 S&P 他创新高 NASA创新高 那应该正常来说呢 杜瓊斯也要很快去创新高 去match那两个市场的 如果杜瓊斯不创新高 而向下跌的话呢 就是说 有可能呢 市场呢 会还有调整未结束的 那周期来说 应该是 我们相信是 2月中 至2月尾 那个correction 才会调整完 所以现在是不是太快呢 就是联储局不让市场跌呢 其实这些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的了 就是市场上 现在是很多充斥着这些 就是热钱 那所以呢 我们的市场是很难去短期分析的 基本上 那 S&P呢 今天呢 就创新高了 OK 那已经突破了这个 3870 这些位了 收市的时候是 371 那所以呢 就是如果多N10-500 是创新高的话呢 那市场的 Bolish性呢 是仍然维持的 那我们看看 最近 一个月里面 和一个星期里面 那些sector的表现 那很明显呢 就 最近我跟大家讲到 就是 美金开始是反弹了 那所以我们见到呢 在一个星期里面呢 Energy呢 是开始由高位反 一路靠弱呢 去回这些低位呢 那 Commodity 来讲 Based material 只是跌了 那我们看到呢 在最近能够升到上去的 Financi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和 Consumer Signical 这些是领先的 那在一个月里面呢 Technology Real Estate Consumer Signical Financial Communication 这些排在上面 OK 那而 那些Inflation Sensitive的行业呢 就向下了 OK 那 是不是说 这个是大转弯呢 我相信绝对不是 就是说 那些 Commodity的sector呢 是因为这个美元的反弹呢 它是减弱的 所以是变成一个 另外的买入的机会 那 那如果你看整个 Commodity的industry 就是它的工业 每个工业拿来看呢 跌得最厉害的呢 可以这么说呢 在一个里面呢 就是银 OK 大家想不到 银是跌得最多的 金呢 也都是在 接近11% Aluminum 其他precious metal 基本上 这些全部都是precious metal 和一些Commodity 能够维持到 是创生高的 是Lumber 和工业 这些 Building material 那 in general呢 就是说 金和precious metal市场呢 是超卖 是现在 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Pendulum 那Pendulum呢 意思就是说 当 当那些人是很emotion的时候呢 每个人在拼命sale 啊 黄金啊 precious metal 想着没什么希望呢 我们就要留意 什么时候是capitulation 就是大跌了 可能我们这个 是进入最后一个 phase的capitulation 而在这些位呢 就是要买这些 拼命sale的人的股票 OK 就是他们卖 你就要买了 那我们看回美元指数的ETF UUP 那美元指数的ETF UUP呢 它的RSI呢 现在是反弹回到 这个62.42 OK 大家看到在上几次呢 它反弹回到 接近这些位呢 就玩完了 就是这个是它的150天的平均线 而这个是它的 ichimoku cloud 就是它的云端 那它的云呢 它的阻力位呢 就是说大概是24.8左右的 那这个也是等于 就是美元指数 大概是92.4 92.5那些位呢 当它接触这个位 接近150天平均线的话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美元是否会reverse down 就是转回跌回去 那如果真的跌回去的话 就是说这些位置呢 是最好开始留意 黄金股啊 银股啊 甚至是其他commodity的事情 那我最近呢 就做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图表 那我为什么自己说很有价值呢 因为我相信呢 就不是那么多人会研究这个 就是黄金的波动指数 那我们就将黄金的波动指数呢 再计它这个波动指数的standard deviation 那就是波动指数里面的波动指数 就是比较复杂些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看过我的教育video的话 我都说过这个volatility 波动的squeeze 收窄 当波动收窄 一直收窄的话呢 就是说那样东西的price 是压迫得很厉害 我叫compress 很厉害 你看到呢 这些蓝线和红线是什么呢 这些垂直的蓝线 就是每一次当那个黄金的波动指数 它开始收窄得很厉害的时候呢 它的price就开始爆上去 OK 那当它爆上去的时候呢 它的波动指数就会擴充 那我们见到现在这个黄金的波动指数 GVX呢 就是在一个Bollinger Bank里面呢 是很窄的 而且这个呢 已经进了这个Can I channel 而且是收窄得很厉害 就是说呢 很大机会就是会在2月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压力呢 就会放松 而跟着扩张 而这个通常就是一样东西 它那个price 开始转弯的时候呢 就会一个spite向下之后 跟着就reverse的了 那如果我们看回黄金 它自己的standard deviation的话呢 这个是黄金standard deviation 它每一次差不多碰到 这个绿色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见到黄金就是一个低位 这个黄金就是一个低位 黄金也是低位 黄金也是低位 跟着黄金的up trend就开始上升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个standard deviation可以说呢 它就很快接近我们这个绿色的 买入的松位的了 那大家要留意呢 就是说 一旦它去到这些位的时候呢 你会见到呢 黄金可能会一下子探下面 这些位 一探了之后 跟着就开始反弹 那 是不是说一定是反弹呢 不是的 好啊 因为波动指数 告诉我们呢 那样东西的波动增加 就不是代表它一定是向上 或者向下的 只要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到底它这个波动 expansion 是向了下之后 跟着转弯呢 有reversal的信号出现呢 我们就知道呢 它这样东西是bottom了 跟着reversal向上去的了 那所以呢 我们离开这个 这个买入黄金股的时间呢 是很逼切的了 那而第二个 第二个 commodity 是我们很 bullish的呢 就是原油了 OK WTI crude oil OK 那为什么原油是相当漂亮呢 那很明显呢 就是原油呢 这个West Texas crude呢 就已经是突破了 这一个 61.8的retracement 由65元跌下来 那跟着之后呢 它现在呢 是突破这些的低位 就是过去一年多的 consolidation位 它已经是开始突破它了 就是说WTI crude呢 就很大机会 在未来呢 是会recover回这些的部分 就是由55元去到65元 那变成呢 能源股呢 是会继续做好的 OK 那问题就是 你买什么的能源股呢 我们今天的preview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